好了,我们来通过这个地规函数来实现一个数字累加 然后我们通过三种方法实现吧 就一种通过地规,一种不通过地规 有两种方法是通过地规吧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好,写完一个程序的用口啊 大括号放这边啊 走大括号,然后紧接着啊 我们看着啊 我们实现一个 实现一加二加三 然后接着将一直加到一百吧 之前我们昨天吧 我们应该是通过了那个force形容实现吧 那现在我们给它封装一个函数 封装一个函数啊 好,直接在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定义一个变量来接一下吧 好,接着在这里面有一个变量 然后紧接着我们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txt01 接一下 有个返回值呗 好,接下来呢 我打印一下这个返回值 那最终的结果就是5050了 好,那现在可以看一下啊 首先呢 函数名字 叫做test01 然后紧接着在这儿 然后紧接着在这儿我们可以不用 这里啊 可以实际上可以不用那个什么啊 不用那个参数 但是你需要有返回值啊 我需要有返回值 好,我给它做一个返回值 那这样怎么弄呢 那这样怎么弄呢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啊 我写一个 复循环 然后I等于1 I小于等于100 I加加 然后这个什么 加等于I 好,这个 这个没有做出什么话 它的值是一个零值 就是一个数字零 然后累加完之后呢 别忘了 要一个luturn来中指 就是说有返回值 必须有luturn 好,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啊 他反应有点慢刚才啊 现在看到是就一个5050了 好,那现在呢 这是传统方法来实现呢 就和复循环换个位置 和之前写了一个 基本上没有要求的区别 那现在呢 我们换种方法 换种方法来实现 我们通过函数一个地规 好,这是0啊 好,通过地规来实现 然后紧接地规来实现 我就需要给他传一个参数啊 他只要是我传一个100 100,你肯定用到100这个数啊 好,接着我们看一下啊 好,他叫这个名字0啊 然后有一个参数 这参数啊 假如说我就叫这个 呃,形成叫这个名字 好,这一个同样的 他需要做一个返回值 他需要做一个返回值 那这些返回值 我可以来个传统的一个写法 我这么写就行了 我不通过 我不通过那个这种一个名字了 好,紧接怎么怎么弄呢 那我们只需要看这里啊 我们做一个操作就在于 我每一次假如说我在这边 你是不是加的话 第一次这个是i吧 i是多少啊 你这个就是i是100嘛 好了,那下一次加是不是99 一直加 加到98 一直走 走到多少了 走到1吧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中断的一个函数 一个条件 一辅在这里面呢 他如果怎样 等于1的时候呢 我们要他返回个1 返回个1 好了 就是最后返回1 那其他情况呢 我们要返回这样 那我其他情况返回什么东西呢 其他情况呢 我要他返回是我的i 加上 我再调理这个函数 哎呀,记得别写错了 再调他返回 i减1 好了 我先看一下结果 然后有些人说老师 这个不好理解 确实地归不太好理解 然后我们等会画图啊 又不好理解的时候 我先看对不对结果 哎,结果是一样的 好,那这时候我们 简单画一下图就搞定了 为什么能够实现我们 那种累加的效果呢 好,我们来看一眼啊 这个你肯定不可能说 哎,这个累加的话 的话100次 那就不靠谱了 我们换指示就行了 好,那现在可以看一眼 在这里面啊 你先来看啊 这个应该把这个也放进来 还是调用也放进来了 这个也一定要放进来 好,你看这个 从这里执行一样的 好,从这执行 开始找 接着你开始做一个操作 你开始调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会有一个返回值的 好,我等会儿 再要看到返回什么东西啊 好,我们是这么来弄 而且那个数字我不写 你跟着我的思路走 好,这么走了 紧接着你在这里面 是开始掉这个函数 好,开始掉这个函数 我画几个就OK了 好,接着你一定要注意 你要把这个数先写好 你要把这个数写好 写什么呢 现在I等于多少呢 I等于 我传直了吧 I等于多少啊 传来 结果就100了嘛 第一次的时候不就100了嘛 好了 这个等完了之后接上来呢 你要注意满不满足就条件 不满足 那接着是不是我就开始掉这个 好,接着关键在这里 我往下一点了 我往下一点了 你一定要注意 你真正你要做的 实际上你在这里面是有一个给他返回 返回是这一个结果 你要注意你返回是这个结果 但是你不能够返回 因为你这个函数还没掉完 你是返回不了的 所以说我返回的时候是返回的结果 但是你这个没有掉完之前 他返回不了 所以说你还要掉是这一个 你先把这个掉完 他结束了之后 你才能够真正返回 好,那你现在看着 就说当这个掉完了之后 你才能够这么往下走 好了 那同样的 他就这么走 好 好,那接着这个 现在呢 这个是100 然后这个就变成多少了 是不是就99 好 他就是变成99 他变成99的时候 实际上后面过程是一样的 我可以已经可以不用画了 好,走 在这里面呢 那同样的 你下次掉的时候 你又不满足的条件 你还是要这么走 还是要这 也就是说这两个 他一样的 他还没还没返回 因为你还要掉完 那个函数才能返回 好了 他还没 还不到这一步 但是你要先掉他 你要先掉这个函数 他结束了之后 才可以往下走啊 好 现在呢 那接着继续会不会掉 你一定要发现 那如果我这个函数掉 如果我到后面 我一直走 假如说我在这里面掉完了 假如说他能掉完了 他是可以往下走 往下走 你看一下有什么特点 哎 这个就是99加上 好 你看到这里面 这里面是99 哦 我再写一个吧 写一个就清晰一点 好 请在这里面 他再来走 再掉一个 好 紧接着往下走 然后后面肯定是不停的走吧 是这里面 好 假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就省省略很多步了 好 不用管了 就在这里面呢 我就不叫化了 好 紧接在这边 同样他也是这么返回 好 同样也是这么返回 好 接着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那你每次掉用 你看着 我掉到这一步 这一步 这一个i是99 然后我i减1是多少 98 也就是说到这一步 它是98 好了 到98的时候 然后紧接着 有没有发现 你在这里面返回的 我按它 按个整体来啊 按个整体啊 那你最终真正返回 你回来的 然后我用红色来 你回来的时候 你回来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就是这个整体 好 就是这个整体的话 那也就说 你在这边就变成这种 i 加上 好了 加上是不是 这个函数返回值 这个函数返回值 就是这个整体了吧 那这个整体 你会发现 它是等多少了 等于98 加上 好了 加上什么东西呢 加上这一个 test 02 走 i减1 好了 就说 我们返回过来之后 你这么走过来之后呢 你在这里面返回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整体了 好 接着这么一个整体的话 你别忘了 你这个i的值是多少 你的i值是99吧 所以说我这一个就变成谁呢 99 好了 但是问题在哪呢 你这个掉完之后 你是不是你要回到上一个函数 也就是说你这个函数的这一个返回值 就是我这一块 就是我这一个 好了 那接着 你就把这一个替换成它 好 那就变成谁了 就变成i 加上 99 加98 加多少啊 test 02 然后 i减1 好了 接着 你能看着了 你当前在这里面的话 你看到这里面 你当前i的值为多少 你当前i的值为多少 你当前i的值就100了吧 好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你不要了 最终呢 你就是100加过去 好了 如果我真的这么化的话 有没有发现 那后面就是 这一个就97了吧 接着这个就96了吧 一直加加加加加 什么时候才结束了 好了 很重要一点 有没有发现了 结束条件了 最后一次 我肯定是加多少 加1啦 然后不就实现了一个 100加99加98 好 一直这么走 后面一次是加1 就这么一个流程 这一个呢 就是通过我们地规 实现了一个累加 好了 除了这一个呢 我们还有 还可以给它变一下 怎么变呢 这是一种方式 我还可以这样 你现在是100到1吧 我现在可以反过来吗 那当然可以了 我来一个 第三 我从1到100行不行 可以 那1过来 那请接着 我这个每一个都是变成加的 这是3啊 哦 这个留着 这是3 这是3 好 在这里面呢 反过来 搞定 那第一次我是1 下次我就加2 下次我就加3了 你这个是刚好是反过来的 100加99的嘛 好 你就是减1 我自己加1 你是1结束 我是100结束 我们看一眼啊 这个凯数已经换了啊 我们看一眼 能不能成功啊 这是我电脑问题 哎 出问题了 在这里面呢 哦 返回的时候 不要返回1 返回100啊 这边 对啊 你不是 你100的时候 当然是返回100啊 或者直接你等一眼也行 肯定了吗 OK了